这个 这个是 我的一个着作 好 谢谢 送给你 送给你 谢谢 回去咱看 好 谢谢 点菜吧 好 服务员 你好 来 你点吧 这儿你熟 你来 好吧 好 我这个吃什么都行 这两三天没正经吃饭 吃什么都香 行 那我点 不过你 你没有什么忌口了吧 我不吃狗肉 其他都可以 我也不吃 我也不吃狗肉 三菜一个汤差不多吧 够够 你没炒蛋 谢谢啊 千万别浪费 我觉得你平时工作肯定特别忙 但是再忙吧 你也得按时吃饭 有时间长了是你忙 没怎么着呢 就关心上 但其实我不忙 我 我 我最近一直闲着 没工作 那 那你还挺有毅力的 一般库着饮食这种事 我觉得我都坚持不下来 我 我很胖吗 需要减肥 不胖啊 所以我 没有 对不起啊 我只是奇怪 你干嘛不按时吃饭 我以为你是在控制饮食 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我可以理解 我 说句话 你可能都不信 我是没钱吃饭 没钱吃 你别开玩笑了 我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没有工作哪儿来的钱 没钱就 没 没得饭吃 你好 你们的太齐了 请慢用 谢谢啊 博容客气 谢谢 那咱们边吃边聊吧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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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跟我客气了 不是好几天没吃饭吗 你就赶快吃吧 我觉得你刚才跟我开玩笑 怎么可能啊 好几天没钱吃饭 就有钱买花 怎么说呢 吃饭单就吃来说 就是一个填饱度 但买花是我要表达一份 对你的倾慕之情 所以说 一个是生理需求 一个是精神追求 这不能同人而语嘛 是吧 买花的钱 我昨天跟朋友借的 那我真得好好谢谢你那花了 不客气 不客气 不过 其实您没有一时周转不开的时候是吧 我真不是一时周转不开 我就是没钱 你不是画家吗 穷画家 那你不卖花 打我回国之后 一幅像样的画都没卖什么句话 那你怎么活呀 别的画家打得下手 调调颜料 换换画布什么的 反正能基本维持生活 能维持我自己的创作就行 哎 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 我也不怕你笑话 别的人呢都是一锦幻香 那我啊 当初真是太单纯了 就怀着一颗 就是追求我自己 这个花花的梦想 这 这 这颗心回来的 你也知道就是在国外啊 就我们这个圈子 美术界相当成熟了 就没有太多机会给你 尤其像对我这么个外来人 后来我就听说 说国内现在这个艺术品市场 很发达 很火 我说那好啊 那我 那我就回来闯一下 是不是 成不成的 我 我怎么着 我回来能 能干干事业 结果就跟我想的 完全是天壤之别 咱们国内的这个这个市场 完全靠炒作 你说靠炒作 我 我是一个本分的画家呀 我的特长 我的天赋在于创作 我不 不会这些炒作 所以我回来之后 一幅画都卖不出去 就一穷二白 听起来很意外是吧 确实挺意外的 没想到我真的这么没钱 我可以理解 这现代的女人嘛 都很在乎钱吧 其实也不是 我觉得比如说我 不用解释 我 我其实特能理解 真的 女人嘛 她都需要一种安全感 但我就是这么个人 我在面对一份感情的时候 我一定在第一时间 要跟对方说清楚 我一没钱 二没房子 三没车 四没存款 现在寄人篱下 住在朋友家 但是我很清楚 我自己有什么呀 我有一颗干干净净 真诚面对感情的心 不下了 而且 我很渴望婚姻 真的 跟谁结婚呢你 我渴望有家庭 就是那种 老婆孩子热炕头 一家人能出去郊游 我 我真的特别渴望 我能用我的双手 我去 呵护我的爱人 呵护我的孩子 呵护 呵护 呵护谁 喝西北风吧你 但是 现在绝大多数女人 都只在乎钱 很少很少有人 能懂我这份真诚 行啊 妆可怜玩真诚 高手啊 你 你吃这些够不够好 我都不知道你爱吃什么 刚才你自己也不点 你非得让我点 我都是瞎点的 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不爱吃 要不然你再点几个你爱吃的菜 我请客 我今天必须得让你吃好了 真的很贴心 其实 吃什么真是次要的 我是感觉 就 我特高兴 我在精神上 能跟你有共鸣 怎么跟你 怎么跟你形容这 这事呢 就好比我 我跟我的画笔 我跟我的画布的那种情感一样 你知道我 我有一种 想跟你共同完成一副画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可能你 你真是懂我的那个人 对 我的蓝口 pixel 是真是要更加密的 那你就想上示篇 反正是幽黔不 突然 jump 这一盘有五百八呢 吃吃吃 对不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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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控制好自己的情感 我可能说得有点多 没没没没 我 我 我得感谢你 你跟我这么真诚地说了这么多 漂漂接电话 我放工应该这么好呢 爱死你了 你是全世界最帅最帅最帅的老公 您好 您的运餐费用一共是973 加上百分之十五的服务费 一共是1118 请问您是刷卡 刷卡 刷卡 好的 请问有密码吗 没有 好 谢谢 让你破败了 没有 没有 只要你吃好了就行 很好 很好 我 我以后 我卖出花去 我请你 那我必须祝你卖出一个好价钱来 然后请我吃大餐 您好 打扰一下 让您拿卡和数据 好 谢谢 不用客气 走吧 走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别吃饭干吗 别吃饭 走啦 换 没 没电了 你看看 你看你的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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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打了十几个威胁来电 不是 你怎么不接啊 我不是怕他们听见调静音了吗 开车来了 我送你回去 方便吗 有什么不方便的 上车吧 我送你 好好好 早知道 快点 快上... 快上路对不起 谁 好 快上 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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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还送我回来 没事 晚餐很好 你喜欢就行 这样 下次你点地方 我请 下次 行 好 你赶快回去吧 我走了 谢谢你那话啊 卓作 卓作 那流氓跟桃子说完 我想跟你共同完成一幅画之后说什么 不知道 不是 怎么不知道 没注意听 就是那流氓跟桃子说完 我想跟你共同完成一幅画之后桃子 什么法 不知道 不是 怎么也不知道 看不见 那桃子就说什么了 没注意听 不是 那桃子跟那流氓就他们俩那么长时间 就总说话了吧 就总能听一下点什么吧 说 说什么了 真没注意听 不是 那你们俩干嘛去了 我让你们俩到这儿干嘛去了 不是 哥 我们俩过生日来着 是啊 哥 你不是说给我过生日吗 对啊 你那手机怎么就没电了呢 不是 哥 这事是怪我 这手机是怪我 我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没电了呀 飘飘 你是不是玩我手机来着 玩呢 不是 谁让你玩我手机了 你让我玩的呀 我坐在这儿没事 你说你没事玩会儿游戏吧 不是你说的吗 不是 你你你玩一下你就玩一下就行了 这么关键的事 哥这么大一事 然后你你给玩没电了 然后哥这事掉链子了吧 还有飘飘 你说你在这儿吃 你就光故事吃 你倒是帮我看着点啊 我刚刚要回头听 然后你就喂我一鸡蛋 我刚刚要回头听 然后你就喂我一口菜 齐轩 你是人吗你 你一有事就赖我 我喂你吃东西我有错了吗 我这么照顾你我错了吗 今天还是我生日呢 我让你多吃点你有错了吗 不是 你们喂我 我吃鸡蛋是没有错 但是 你俩别打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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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死我 别吵了 别了 别把生日快乐 妈 我这两天啊 就是单位特别忙 就没时间回去了 我知道 回头单位发那立白习分 我搬回家一乡行吗 行行 这么着吧 没工程回家啊 老张 果然 发烧了 三十八度七 帮我请个家吧 明天 后天 大后天 估计都上不了班了 帮我请假啊 够意思 行了 这么着我有点难受啊 好嘞 拜拜 我很渴望婚姻 我渴望有家庭 就是那种 老婆孩子热炕头 一家人能出去浇游 我真的特别渴望 我能用我的双手 我去呵护我的爱人 呵护我的孩子 我在精神上能跟你有共鸣 我有一种 想跟你共同完成一副 画的那种感觉 对 我觉得可能你 你真是懂我的那个人 是要做你的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你最多的 你最多不得了 你做人的 我真的不得了 你会要做什么 我都想要做你 你不得了 你不要做 我真的不得了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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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这他还看不出来啊 我跟你说 你不管你怎么说 我都看不上他 你知不知道 你说这种人一大把年纪了 连个家都没有 还得睡朋友家 穷得叮当响的 这叫什么呀 这叫我懒 他但凡他勤快点 他到这年纪 都不会混成这样 我告诉你 这种人叫做一无是处 怎么一无是处了 人家会画画 这不叫专长呀 再说了 他现在住的朋友家 是因为他刚回国 还有你凭什么说他懒呀 他一点都不懒 那挺努力的 他只不过现在不适应 国内的这个大环境而已 机遇不好而已 你不能用那些什么 成功的商人的那些标准 去要求他 他是艺术家 你懂吗 艺术家 艺术家 艺术家也得有个家呢 才叫艺术家吧 我跟你说 这种人跟果然一比 那什么都不是 你不听果然 是不是不会聊天啊你 怎么了 我不能说几句实话 你生命当中 就不能有几个真诚的朋友啊 那你能不能分尽 起码的敌我关系啊 什么敌我关系啊 谁是敌 谁是我呀 我跟你说 你跟果然都不是我的敌人 但这画家是 你跟他在一起 你就等于是慢性自杀 他 他 他特别坦诚 你不觉得吗 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上 每个人都提钱 每个人都提自己的条件 有多好 可是人家呢 人家把自己所有的短处 都告诉给你了 这说明他真诚 真诚是不是最可贵的呀 我就凭他这份真诚 我是不是应该试着 跟他往下走走看呢 原来这叫真诚啊 我一直以为那叫破干子破摔呢 有个画 他昨天送我的 我一盲弄A来的咋子 你看 我来看看 你想好了啊 我这人嘴特多 你让我看这画啊 你要是说不好 只能说你不懂欣赏 我不懂欣赏 你开什么玩笑啊 这就是刘洋回来的水平是吗 我告诉你 中国一小学生都能画这个水平 构图不对 色彩不对 什么都不对 人家人的比例都不对 那艾菲尔铁塔 画得跟个A字一样 你说 不是 桃子 你能别这样吗 我最怕你这样了 你也不能因为这几个字 你就把心交给他了吧 我也不知道 你说我到底温还是不温呢 草子认识 你说我到底温还是不温呢 嗯 我觉得啊 如果一会儿人桃子回来了 人自己就提 咱就顺道问他 如果桃子自己都不提 咱干脆就算了 因为没准他呀 想等事情确定下来 再跟咱们说呢 那可不行 你等事情确定了 那又有问题不就晚了吗 那怎么行啊 我跟你说 这个人他是从海外回来的 是吧 而且吧还是个画家 我想想我跟你说 我还是心里不踏实 不 我觉得啊大爷 您啊 也别太不踏实了 您啊 咱们家桃子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 人家也经历过一些事 肯定有自己的判断 是吧 咱相信再一会儿 我就这个不信 什么判断 他他最没有判断力了 他特别愿意感情用事 特别善良 特别容易清醒别人 还特别理想化 可不行 你说咱现在啊 你说年轻型了 现在都没有时间了 没有时间 就换空间了 您什么时间空间的呀 也都不在哪个 在缘分 再说了 我觉得吧 骗 估计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你说他四十多岁了 单身 英俊潇洒 条件那么好 他为什么看上咱桃子呢 这把他这么越想越 越害怕吧 不是 大爷 您啊 别不自信 咱家桃子多好 年轻漂亮 又有工作 工作又那么好 工资也不低 凭什么看不上桃子呀 年龄啊 年龄大了呀 我跟你说吧 其实要没年龄的事 咱什么都不怕 你说现在 你没办法呀 这这这硬指标啊 你年龄一上去 其他的条件咔嚓咔嚓的 都往下降啊 别别别说这 我说这我又来气了 你说他要早点 他他他要去下手 你说至于到今天这个程度吗 让别人挑 让别人去看 让别人去去去去选择 一说这我不行 我又生气了 您您可别生气了 您吃点瓜子 吃啥呀 你还没跟我说呢 你说我到底是问问 还是不问呢 那算了甭问了 给人点空间 行吗 大爷 您别收拾了 快来吃饭吧 知道 知道了 姐夫啊 我这可有日子 没吃我你做的饭了啊 真难得 我说桃子 不带这么给你姐夫 上演样的啊 你姐夫这段时间忙 等过了这阶段 咱们天天让他做饭吃 对 等我忙过这段的啊 那你怎么非得这段忙啊 这段我姐正难受的时候 我跟你说 要是我说我姐 我肯定天天拽着你说 我和工作到底谁重要啊 不 那 当然是你姐重要了 这不赶上了吗 这段等过去了啊 那她忙呗 反正我已经过了那段 最难受的时候了 那不行 我得替我姐打抱不平 我得跟我姐说说 行了 别替别人打抱不平了 先把你自己那点事操心好就行了 陶子 你最近怎么样啊 有没有给你介绍什么朋友什么的 没有 没有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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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吃点这鸡蛋休式吗 你这 你别 别弄弄你这 真没给你介绍啊 没有啊 那个 续芳 你看哈 大姨这个 这吃饭在闲聊哈 聊聊关于婚姻和家庭的事 那个是这样 咱们假如说 有人给咱桃子介绍一个 是这样的人 你听到这个条件 你觉得怎么样 能不能相处 利益与弊 咱们都斟酌一下 就是一个 从国外回来的人 待了很多年 四十岁 单身 没结过婚 关键还有一条 特别重要 人呢 还长得帅 这种情况下 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这个 你还说不出来吧 你听大姨跟你分析吧 首先啊 四十多岁 国外回来 在国外待了很多年 这在国外待这么长时间的 会不会是说 这个观念哪什么的 跟咱们都有一些差距 是吧 两个人在一起 会有一些碰撞 不合适的地方 是吧 这是七一 七二呢 就是没结过婚 这事你说到底可信 还是不可信呢 咱不能听她姨儿说 你说她在国外待着 她还没结过婚 还没孩子 这事呢 假如说她结了很多次婚 有很多孩子 但是你不知道 她回来跟你说 天花乱坠的 甚至说我都 没碰过女人 你这种你怎么办 还有她长得特帅 她还单身 哎呀妈 这事我觉得更不靠谱了 你说她特帅 为什么还单身呢 那就说明她 不是身体有毛病 就是精神有问题 是吧 要是为什么一直担着呢 所以吧 这事咱真的慎重 你知道吗 绝对不能够操之过急 是吧 要是有这样的 咱们先处着 慢慢处处看 是吧 你觉得大姨这观点怎么样 不是妈有话直说啊 别绕我圈子 我跟你姐夫说话呢 别插座 你不就说那画家吗 你放心吧 不出了 什么画家 不是 没听明白 你啥时候出了个画家 我真不知道 你俩知道吗 你别再演戏了 行吗 谁演戏了 我觉得你才演戏呢 你看你刚才演得多好啊 多像啊 桃子 这事你太伤妈了 你这么大事 你为什么你都不跟我说 你不跟我汇报呢 跟我说什么呀 都已经不处了 有什么好说的呀 为什么不处啊 没有为什么 就是不想处啊 不行 那这好不容易 给你介绍一个 为什么不处了 我刚才就跟你姐夫这分析 也是在说她行还是不行 是吧 你怎么那么轻易 你也就说不处了呢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不是 我 我跟你说什么呀 你全都知道了 一条一条说的都挺对的 说的都在脸了 我得听您的 我不处了还不行呢 我这都是你李叔跟我说的 你没跟我说呀 不是李叔跟你说什么了 我现在想听你跟我说 一条一条 你都说中了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每回都这样 我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我现在就让你说 我还以为就不想说 不行 大爷 大爷 都别着急 别生气的啊 都给空间 给空间 我跟你说 桃子 你最近是太不像话了 这么大事你不跟我说 而且你这么草率的 你就 你就把她怕死了 你有没有好好了解一下啊 我跟你说 以前你还比较听话是吧 这事还都跟我汇报 现在连跟我说都不说 我成了个摆着了 你自己这么大事你就做主了 你就说不出你就不出 你有什么权利你这么做呀 我告诉你 你这就是自视清高 你自以为是 你一辈子你要这样下去 我告诉你 你就担着你 你这就是不像 大爷 大爷 您别生气啊 桃子 您多好啊 大爷 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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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回来 你没事 我去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我没吃饭呢 大爷 大爷 别生气啊 别着急生气的 不气啊 真是 咱俩不是说好了吗 您听我的这回 别提嘛 别问 结果您这儿就没搂住 我能搂住吗 我是他妈 我能搂 行了 你没当妈 你根本不知道你没说了 你说他什么时候 他对我这样啊 我还没说什么 他就蹿了 他也不像话了 是 他也是 他这样也是不像话 可是他今天为什么这样了呀 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想清楚呢 他没想清楚 我帮他想嘛 但是你怎么真实情况 向我汇报啊 是吧 你得说呀你啊 你说他跟画家什么情况 咱根本就不了解 是不是啊 你这是出没出啊 是怎么个出法啊 你像我说的 你说他真是人家就是个骗子 他怎么能知道的 真是把他骗了 你说他哭得没地面去吗 不是 行行 行 大姨您您先别难受啊 别难过啊 我觉得今天这事吧 就是 咱也替桃子想一想 也理解他 您想啊 他这都香了好几回亲了 回回都不成都失败 所以估计他这回他想了 我呀 等有点眉目再说吧 有什么眉目 等有眉目就完了吗 是不是 你都伤到手片了 你在说什么 还有意义啊 没有意义了 对了 对了 你去呗 静儿 真好 你去跟他给我了解一下情况 他听你的 是吧 他愿意跟你倾诉 然后你了解真实情况是到底 现在出 不对 他说了他已经不出了 那 那您甭管他 那呀 他是心里正纠结呢 是吧 对啊 那正好这会儿你去去去 把这个情况问出来 是吧 这样大姨才能放心 我跟你说 不然的话 我 我连叫我都说 别急 别急 大姨 您放心 帮我身上了 那我去问桃子 我跟她沟通 好吗 您踏踏实实的 不要 我 疲敌 诲敏 你 我 那 我 你 你 你好 这位女士 您没事吧 我没事 确认没事 确认 确认没事 对不起 这个路段不能停车 如果你需要休息 请你把车移到前面那个停车场 不好意思啊 我知道了 您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 我自己行 那好 请你把车移开此路段 谢谢您的配合 您好 店长没在 我要等他 你看今天店里人多 要不你到办公室等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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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喝点 慢着 ocy Minor 夫婵 既然再ś 小婳啊 添 States 相思 有着 yaz D 1979 店长回来了 果然在您办公室等您呢 好 知道了 对了 店长 上次给您送花的那位先生 他又来了 他把他的作品拿走了 给您送了幅画 谢谢啊 知道了 你怎么偷看别人东西呀你 还真是一光明磊落 这人君子该干的事吗 我没忍住着吗 你又干嘛来 那个淘宝 我想找你推薦制服的聊聊 我肯定有什么好聊 我觉得挺有必要聊聊的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聊 不是 淘宝 我觉得你对了 我知道了 取婚纱来了是吧 那广北去外地了 你赶快把那婚纱给取走 我 我取什么婚纱 不是 那跟我有关系吗那人 不是 这人怎么跟你没关系 你老婆呀 什么叫我老婆 有种人给他打电话 你看他敢来吗 你看他敢来吗 都没有关系 我给他打着电话吗我 我 你能不能不对 我有这样的误会啊 庄是吧 演戏也心情你 你碍眼 我也不接穿 你演没演 我给你留点面子 桃子 我知道你现在对我有误会 误会还挺深 咱们今天先把这误会搁在一边 我今天只是作为一个普通朋友 我想跟你推心之负地聊聊 我想给你一个忠告 我衷心地希望你能够把我的忠告听进去 你呢 是一个心里特别善良的女人 你以为你在用你的高尚 去拯救一个落魄的艺术家 但是我告诉你 桃子 你大错特错 就那哥们儿 那孙子 那就是个人渣 渣子当公伦的 你闭嘴 有你这样的吗 你就算是再嫉妒别人 你也用着用这么恶毒语言 去攻击他吧 我嫉妒他 我 你凭什么这么说 你了解他吗你 我了解 你怎么了解他 我这两天没干别的 我跟他 你跟 不是 你跟他干什么呀你 你是想跟他谈谈还是想动手 你是不是还想打人呢你 我打他 我打他我的爸当我手 不是 桃子 我希望你冷静行吗 我挺冷静的 好 咱们就冷静地说啊 那画家 行了吧 就那画家画那画你看不出来吗 这画 画的什么玩意儿就就就那个 还还写上字 我们结婚吧 这就是直接打击你那个心里边 最脆弱的地方 就拿那么那五个字 就出你的心窝子呢 现在又拿出这么一个来 还还写上让我们一起慢慢变老 这意思就是打算要勾引你 拨得你的同情 让你怜悯他 可怜他 往里就上了他的当了 把你战友之后 往里再把你钱骗光了 一气把你利用完肉 转手就把你扔了 陶子 我希望你活动活动 你那大脑 你但凡动结脑筋 一琢磨那哥们儿他也是一骗子 我愿意 管得着吗你 我自愿上钩的 穷是吧 我愿意跟他过苦日子 我这有那么重要吗 我是好心好意 你要是真的好意 你就从我的生活里消失 你让我平静地生活行不行啊 我跟你说 你要是再这样贬低别人的话 也不会抬高你自己的 只能让我更看低你 你知道在我心里现在都成什么样的人了吗 什么呀 卑鄙无耻下流的小人 你再多说一个字 就在那个小子前面 再加一个小子 我这就成小小人了是吧 行 行 行 当我什么都没说 行吧 你们好好起步走 踢正步 有种别掉坑里 举个招适量的钱 再找小丽的啊 你应该是呢 你不太的 我来说 我们要去年有两个月 没什么 你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 小子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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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模样对着温柔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当我们来到今生各自天涯 天涯向往今生面对谁曾想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